110年的植树月 花莲领馆处从3月5号开始 一年11场次举办正苗活动 民众只要准备三张发票 就可以换一株树苗 一共有8900株 台湾原生种的树苗 萧南以及牛张等着你来对领 所得发票也将全树捐赠 给花莲地区的慈善以及福利团体 用发票来做爱心 植树 护树 爱地球 欢迎相亲共襄盛举 一起来探寻森林的生存之道 110年植树月主题生存之道 花莲领馆处安排了 11个场次的正苗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对领 共同来植树绿化家园 我们今年植树月的主题是生存之道 这里的生是森林的生 那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唤醒大家说 环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是 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花莲领馆处呢 今年特别准备了8900株的 台湾原生种的贵重墓 就是牛张跟孝楠 要发证给民众 那民众可以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用三张发票 就兑换一树树苗 那数量有限 换完为止 我们也非常欢迎民众来 洽询这个生存之道 我们从3月5号开始 从花莲县的陷阱 就从北新城一直到玉里 我们一共有11场的发证树苗的活动 那这些所得的发票呢 我们都会捐赠给 花莲县的社会的慈善 或者福利的团体 那民众可以用发票来献上爱心 那用实际的行动呢 来植树树来爱护地球 那我觉得是一举两得 林管处表示 今年赠送的树苗是 原生种的孝楠和牛张 具抗病虫害 适应力强等特性 而为了符合环保减缩政策 首度使用以纤维素制成 可以分解 而且对环境无害的透明玻璃纸 来包装苗木 民众领回苗木之后 可以直接种入土壤 不需要脱盆 以减少塑胶容器 造成的环境伤害 而各场次的证苗资讯 民众可以上林管处的官网 还有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借旅会幻视报导